清朝末年,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,疯狂镇压革命,他们压介革命党人游街示众,企图杀衣紧拜,坐落在小镇临街的画老栓茶馆的门前。 一群清朝的遗老遗少们,看着没留辫子的囚犯,齐身斥责这些孙中山的同伙是奸党逆贼,革命者下语听了他们的一派胡言,无比愤慨。 娇叔先生夏瑜家中只有寡母、夏四奶奶,他们子孝母贤,过着清贫的生活。 一天夜里,夏瑜忍痛离开年迈的老母,来到一座桥下,刺杀了路过这里的满清巡抚。 事后,夏瑜的亲伯父夏三爷竟告发了他,致使他被捕入狱。 画老栓与老伴画大妈,靠经营小茶馆度日,他们年过半百,只有一个儿子画小栓。 小栓聪明伶俐,虽然年纪轻,却患有肺劳病。 老栓夫妇不停地给他调制,但始终不见效果。 这天清晨,花白胡子和两个年轻人相继来到茶馆,要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病。 老栓告诉他们,以托驼背五少爷和康大叔伴侣,夏瑜在狱中被打得遍体鳞伤。 但他坚真不屈,挥笔写下了豪壮诗句,夏四奶奶不相信儿子会犯上作乱。 他求夏三爷出面搭救夏瑜,不料夏三爷却生斥他家教不严,败坏了夏家门风。 夏四奶奶呼告无门,只能在梦中与儿子相见。 华老栓夫妇又荡又借,好不容易凑够了钱。 一个漆黑的凌晨,华老栓提灯,来到谷轩亭口,躲在角落里,等待着从康大叔手里取人血馒头。 夏瑜被清兵压着,走过街市,虽身带枷锁,却胎然自若。 刽子手康大叔持刀走来,一道寒冠,伴随着阴霾天空中的闪电雷鸣,夏瑜应勇就意。 华老栓用钱换回,占了夏瑜鲜血的馒头。 满以为这味药能治好小栓的病。 不料,小栓吃后却无济于事,不久病亡。 清明节,七清的坟地里,华大妈和夏四奶奶分别给儿子上坟。 夏瑜的坟头上放着一个花环,夏四奶奶望着她惶惑不解。 那花黄上红白的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,虽不胜精神,倒也整齐。 药写于1919年4月,朱自清先生在分析鲁迅的药时,就说药是以爱为主线,以革命党人的寂寞悲哀为辅现。 其中心思想是揭露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人民造成的麻木和愚昧,暗中颂扬了革命者下狱,英勇不屈的精神。 指出了革命未能贴近群众的局限性,同时批判了人们的封建迷信,愚昧无知,麻木不仁。 革命党人因爱国而起义造反,华老栓夫妇因爱儿子而买人选馒头。 革命党人的革命未能贴近群众,革命是寂寞悲哀的,群众对革命者充满鄙视,百般吹捧封建帝制,完全没有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,老百姓与革命完全是脱节的。